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半月的光轮站住了他高调的身体 开始急速地旋转 从背后喷溅着浑合了无数碎光断影的血色 方林浑身上下剧烈地颤抖着 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是却偏偏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林寅秀紧紧地抱住了方林的肩头 指甲深深地掐进他的肉里 痛楚里带着几分欣慰的眼神 锁定住了他的瞳孔 而脸行轻泪从眼眶当中流降下来 脸上的表情却还是在微笑着说道 你活着就好 接下来 也再也说不下去了 那个半月的光轮已经无声无息地炸了开来 荧光似是水银血地无孔不入地四处消融着 但是方林的脑海里 一片鲜红浓稠的背景里 却尽是林英雄那个带着强烈痛楚的欣慰笑意 然后 这个女子颤抖着 吻上了她的唇 但是这个吻 却并不甜蜜 却是痛楚而充满了咸心的味道 而那是 鲜血的味道 在这刹那间 方林感觉自己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开来 随即整个身心便都被一种咸心的强烈味道所淹没 那味道既仿佛是血又易如是泪 她就这么着 紧紧地抱着林英雄昏迷过去的身躯 忽然间举起了右手 明光闪烁间 那把特威斯的胚枪 已经在她的掌心出现 枪口上闪耀的 赫然竟是 青白色的光芒 这个时候 方林竟然再次动用了倒数子弹 而赫然 乃是从未使用过的闪电机的子弹 此时的方林 体力值已经降低到只有十三点的可怕地步 并且属性栏里 体力一向直接呈现出了暗红的色彩 上面直接显示的是二冰死 也就是说 即使恢复满体力值也只得区区的二十点而已 而其余的属性上限也都是跌到了个位数 只有精神力还在三十点左右徘徊着 方林现在之所以选择闪电系倒数子弹的原因有两点 首先 眼前的情势 并不容乐观 纵然自己冲上去 挡下了那一剂雷电的大部分威力 但是其余的队友们不可能是毫发无损 眼下需要的是尽快地给敌人造成最大的伤害 其次 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自己此次难逃毒手 凶多吉少 但就是在死前也得捞个垫背的 说白了一点 死也得将技能放完再死 而此时 身体内的夏尔米的基因片段 虽然已经渐渐的退化消影 但是使用这闪电系的相关技能的时候 也应该还有着威力上的加成 这一枪的飞行速度 奇快 毕竟乃是闪电系 这边的光芒一闪 而对面二十余米外的米查德的胸口声 咋一声 就绽放出了一团蓝白色的电浆 似是网一般将其浑身上下都给缠住 烧得其浑身上下都在抽抽 但是 这家伙就是痛死了一声 独退反击 疯狂的向着方林冲袭了过来 与此当时 方林呕出了一口鲜血 直接将枪口对准的天空开了一枪 召唤出了六名手持冲锋枪的蓝衣楼楼 保护在了身体的周围 六把冲锋枪喷吐出了火蛇 而那个李查德呢 依旧是汉不畏死的前冲着 一个倒地翻滚 前凸之后就不近了十米的距离了 只不过 这个时候 却是有着一名蓝衣楼楼 猛然间张开手臂紧紧地抱住了他 李查德则是直接一刀 通进了这个身前蓝衣楼楼的肚子里 血量的刀尖染着鲜血从后背刺僵出来 可见这一刀用力之深用力之狠 但是他却万万没想到 这个蓝衣楼楼还能够拉脱了手里手雷的拉环 此时您别忘了 蓝衣楼楼身上携带的手雷可是多达三颗呀 巨大的爆炸再次响起 地面上又多出了一个浅浅的凹坑来 李查德身上多出了好几条深深的伤口 脸上也被硝烟熏得漆黑了 而他此时还想要前途 但是又是两颗手雷丢僵过来 这个家伙急忙翻滚后撤 胸前却是骤然一通 低头一看的时候 只见一点红色的光芒 正向皮肉当中急速的钻入 然后 爆炸了开来 血水泉涌而出 白森森的胸骨也陷了出来 上面还有着火焰在熊熊的燃烧着 李查德惨叫着滚入了旁边的河流当中想要灭火 而这件事却是他这辈子做的最蠢的一件事 当然 也是他生命当中所能够做的最后的一件事 您不要忘记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热带沼地雨林当中 在这个看似平静优雅的河水下 暗藏涌动着的疯狂杀鸡 是一点都不少 鲜血的味道 引来了大群的食人昌 他们的体型小巧 一般为二十四厘米左右 色彩十分的美丽 拥有着墨绿色的鱼背 浅绿色的鱼体 火红色的腹部 而这性恶却极为的残暴 这些外表艳丽性情凶暴的家伙 长着锐利的牙齿 这个可怜的家伙 还没来得及喘个气 胸口溢出的血腥味 被使得大群的食人昌疯狂无比 用其锋利的坚持 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般 疯狂的撕咬切割着 有的比较贪婪的 更是咬住了烈物之后 紧咬着补法 以身体的扭动 将肉撕裂下来 这一口就可以咬下十六厘方公分的肉来 牙齿的轮流替换 使其能够持续的逆势 而强有力的力齿 则可以引起连续严重的咬伤 李查德本身就已经是身受重伤 挣扎的时候恰好一脚踩进了深水区 失去了平衡 就连最后的一声惊恐的喊叫 也被窒息在了溅起的水花里 只有那只手无助地在水面上朝阳了一下 于是便沉了下去 接下来水面便涌起了大团暗红色的鲜血了 方琳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她此时只觉得眼前是阵阵发黑 而事实上做出这些事情之后 她早已经是强奴之末了 现在的她只是依靠着自身的意志力支撑着 才没有倒下去 她坚持着 在蓝衣喽喽的搀扶下观望着死周 而其余的地方 又分成了两个战团 屠夫浑身上下发着紫黑色的毒气 与同样伤势不清的山脉 一道联手合集着另外的两名资深者 其中的一个人不认识 而另外的一个人 却是银狼 另外的一处战团 却是在密林当中 根本就看不清楚战况如何 只知道里面的撞击声 连地面都在微微的震动 所过之处犹如巨树交战 声势惊人 而那个可怕的雷者们 却一直都没有显身 还自己岂能被冲突打断了 方明虽然剧烈地喘息着 但是思绪却更加清明了 然后 又在释放技能的瞬间中了我一技精神冲击 纵然你是强大的雷者 只怕也不太好受吧 所以我们能够活下去的关键 就在于你的身上了 老胡 方明轻声地说出了这几个字之后 原始雨林当中突然间想起了连串的树木折断声 紧接着一照人影被直接打飞了出来 浮在地上剧烈地喘息了一会儿之后 半上才爬枪起来 而吃亏的这个人 赫然竟是以力量建长 以功对功含有吃亏的胡华豪 就在这个时候 嘴唇都被打得翻肿起来的老猴 还转过头来 狼狈无比地对着方明笑了一笑 我知道怎么 看到了老胡这个笑得比哭还难看 竭力要表示出安慰之意的笑容 方明只觉得自己的心中一耿 眼中热热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滑落下来一半 密林当中 猛人有一个疯狂的庞大的身影 被这折肢碎液 直接冲了出来 这个人 扶着身体 前冲着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被染成了大团的炙热火焰 熊熊地撩靠着周围 连视线 经过之时 都会产生诡异的扭曲变形 那种感觉 似乎应该是 他的身上有着 斗气一类的东西 这个斗气 在他的体外 凝固成了食指 而最终却突然间 发出了一声狂笑 直接仰天 倒地划蝉 双足在湿润的地面上 离出了两道深深的沟壑 这个人 便是与那个阴扎齐鸣 美者的左膀右臂之一 另一个追随者 居实 而他现在所发出的这一招 给方民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一招 是恐龙快打世界剧情主角 杰克特领克的绝招 贴地滑梯 还是 KOF世界当中 金家帆的绝招 刘星洛呢 直到铲重老胡的时候 那个庞大身影上 助人闪现出了一道 灑木的白光 方民这时候 才驰声叫的 老胡 小心 这招之还是真实魂里 强力剧情人物 来袭罗的连续技能 他微弱的叫声 被那个巨汉 疯狂的咆哮声所打断 把我的莱希露之怒 去死吧 准S级技能 A加 莱希露之怒 本技能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巨汉滑梯对手 失去平衡 并且浮空 第二阶段 气流上勾拳 在给予对方猛烈打击的时候 将其高高的击上天空 第三阶段 鸡肉格杀 飞跃上天空 将敌人抓取 横扛在尖头上 高速摔落 直接将其击住折断 之间 恶然的老虎 似乎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已经被巨石的巨汉滑梯 所踢中了 整个人呢 闷哼了半生 已经失去了平衡 被铲得抛飞了起来 直接向着地面摔落 但是 巨石呢 雪石已久的 右拳发出了火红色的炙热光芒 看上去 仿佛本就是巨大的拳头的外围 还被套上了一层 庞大的火焰手套 他梦力的踏进一步 斩了一个公子铺 然后右拳呼的 游侠至上 击打在了老虎的 这一拳的力道 实在是非同小可 就连远处的方民 也见到重拳的地方 本就破烂的遗物上 历时出现了一道胶痕 青烟缭绕间 巨石直接向上推送 将胡华豪这魁梧的身躯 直击向了近二十米的高空 然后巨石深深蹲下一血力 恍然地将地面的泥土 塔江的四处散乱 飞腾呼的一声 直窜上去 他黄吼着窜上了天 两只粗壮的手臂 直接捏住了老虎的尖头 若是这一下给拿死了的话 杀伤力最为强劲的第三阶段 肌肉割杀的威力 足已经将目前状态不完全的老虎 直接隔壁当场 而就在这时 老虎的身体上猛然间窜出了一阵绿光来 他竟然是凌空发动了 狄肯的残暴这个技能了 你当前的体力值已经被强行扣除了百分之五十 潜能点减少一 你在二十秒之内 力量值敏捷值增加百分之二十 移动速度增加二十五 装备自带技能 迪肯的残暴已经被激活 两个人的手臂在刹那间交撞在了一起 两只粗壮的手臂上 如同铁翼般隆起的肌肉在无情地碰撞着 青色的血管似是小蛇一般的蜿蜒着 胡花好的力量加成到百分之二十以后 竟然高达了九十一天 对时 就在巨石难以置信的眼神里 直接将他按了下去 并且反手拿住了他的脖子 没想到 这竟是一个掩饰的极其完美的超级陷阱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胡花好如何反击巨石 词 词 词 스트 字幕志 luga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